歡迎大家回到熊爸攝影教室 下載安裝完這套軟體之後呢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有一些基本的設定要執行 點兩下之後呢 你就會打開這個頁面 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達芬奇的話 基本上你應該只有這個 就是沒有命名的專案選項 沒有這兩個 我會有這兩個的原因是因為 我原本是達芬奇14 在升級15版本之後呢 它會自動把原來的檔案 整個檔案夾帶到這個新的版本裡面 並不會把它整個 就是覆蓋掉 如果一開始 當然就如果你要直接 開啟一個新的project 就是專案 你就在這個點兩下 在這個icon上面點兩下 或是從這裡有一個new project 也可以點一下就可以開啟了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頁面 就是包括這邊還有一個new folder 這個folder的概念 就跟你在電腦上使用的 folder的概念是一樣的 當你太多個project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這個folder的方式 去歸類它 比如說我要create一個new folder 點一下右鍵 按一下右鍵 比如說我要點 創建一個叫熊 這裡也可以使用中文 去當你的這個名稱 創建 這就是一個folder 它上面上面0 就表示現在沒有東西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把你的folder 比如說拖曳進去 就有一個folder 比如說我把兩個檔案 這folder裡面就有兩個檔案 有兩個project OK 這裡是功能 那另外這邊呢 這上面的功能 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你可以把你這個 icon放大縮小 另外呢 你可以用詳細的detail的方式 或是說你要用 這比較傳統的方式 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同時顯示 你這個檔案的格式 是什麼樣的格式 那這邊還有一個就是搜尋 當你檔案太多的時候 你才可能會使用到這種 這個功能 這邊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所謂的這個 database 就是你 存取你的所有的檔案的地方 一般來說你不會使用到這裡 那除非是說你剛剛在 更換檔案的時候 或是說你要跟他share檔案的時候 你才會使用 你用database這個設定 好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 開啟一個新的檔案夾 打開這個整個頁面之後呢 其實我們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要建議各位做的 就是這個故事版的設定 達芬奇這一套軟體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雖然可以混檢不同的 會進來的檔案 可是它的故事版 當你設定它的格式之後 就在這裡 它的格式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再去更改了 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 如果你都不更改這裡的時候 所謂的設定的時候 這個檔案格式的設定的時候 工廠設定是一開始 就是給你HD的規格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Timeline的Frame Rate 所以所謂的故事版的這個 Resolution呢 你也可以選 如果你不是1920x1080的話 你可以選擇 你到底是拍什麼樣的檔案格式 這邊有很多不同的格式 4K 4K也有不同的規格 如果你有不同的需求的時候 可以在這裡選 但是4K除了這裡調整之外 還有一個Color Management 這邊要提醒大家 也要做修正 最少要是2020的規格 如果你沒有4K的話 沒關係 我們先跳過 再回來這裡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Timeline的Frame Rate 它原來工廠這個設定值 原廠的設定值是24 24代表什麼呢 其實就是每秒有24格 可是通常為什麼它是這樣的 因為電影 我們前面有提過 這套原體原來設計師 給電影工業所使用 所以它電影工業裡面 就是每秒24格 也是一秒鐘有24個畫面 那其實我們普通 如果你跟我一樣 比較常用所謂的手機 或是單眼相機在拍攝的話 通常我們這個 每秒大概是29.97或是30格 這種格率 那沒關係 如果你不知道 你拍攝的是什麼樣的格率的話 其實我們待會可以 再拉進來檔案之後 再跟你講 怎麼樣檢查你的檔案 是什麼樣的規格 那另外這邊當然還有25 這是PEL系統 也就是比如說中國大陸 跟歐洲比較常用這種系統 那我們所謂的29.97或是30格呢 就是台灣日本或是美國 是用這樣的規格 好 所以假設你是用這個29.97 那建議你在PLAYBACK的Framerate 這邊也要修正 修正到30或是29.97 這樣跑起來比較順 我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如果我的拍攝的檔案 跟所謂的時間軸的格式 是不一樣的情況下 達芬奇會提出什麼樣的警示 比如說我現在找一個 我在花蓮拍攝的一個畫面 拖到媒體過來 那他就會顯示這個警示 他這個意思呢 就是表示說你導入的影像格式 跟時間軸的格式是不一樣 那他問你要不要改變你原來拍攝影像的格式 這樣轉有什麼差別呢 轉了之後其實你的原來的拍攝檔 其實就經過了一次的壓縮 當然如果你很注重影像Quality 壓縮之後的檔案 畢竟是比較沒這麼好 那你當然也可以選擇不更改 那不更改的差別 就是說你在剪接的時候可能這個效能 比較不好 因為你畢竟是跟時間軸的格式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拍攝的這個 Clip到底是什麼樣的格式呢 其實也很簡單 在你還沒導入這個時間軸之前呢 你可以點一下你的檔案 那你可以在右手邊看到 你這個檔案格式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檔案格式是H.264 29.970 那個是1920x1080 好另外這下面還有一個 Video Monitor 就是你的這個螢幕 你要做一些設定 你可以修改 可是我個人覺得 這裡修改的實質意義沒有這麼大 好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回再來講其他比較重要的設定 prototypes ension YEQ 一增 柠海 多少 歡迎 李 豁 我們 禁煙 是 感谢观看